這個軍備競賽是很勞民傷財的 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有沒有效 那譬如說我們當然不錯 有兩三百架戰機 三百多架 說很多了 全世界十五多 十五名 那老共有大概一千多架 美國兩千多架 好 那他們就說我們這樣夠了 為什麼夠呢 因為台灣海峽只能容納這麼三四百架 所以他兩百架 我們兩百架 我們這樣講好了 台灣海峽這麼大 他兩百 我們兩百 這邊打起來了 我們也很厲害 我們打掉他一百架 他打掉我們一百架 我們三百架就變兩百架了 兩百 就是說原來兩百嘛 掉了一百架 三百架來支援兩百 他一千三百架 掉了一百架 一千兩百架 一百架來支援 兩百 還對兩百 再各打掉一百架 我們剩一百了 沒有支援 因為我們三百架已經兩百都被揭滅了 他一千三百架 他兩百架被揭滅 他一千一百架 他可以再派三百架過來 把你這個四百架的空域佔滿 你剩一百架 三百架 你怎麼打 你現在講說 因為空域只有這麼大 所以我們不需要很多飛機 你認為這個通嗎 作戰的時候都沒有消耗嗎 所以你真的比軍備競賽不必要 所以兩岸之間還是和平最重要 你打到最後 唉 兩敗俱傷 但是你傷的會比較重 而且美國人再怎麼支持 戰場還是在我們這裡 受傷還是我們自己 大陸很大 軍費是我們的十六七倍 每年喔 我們都知道 那所以台灣要思考的不是美國的利益 不是中國的利益 是台灣的利益 怎麼樣最符合台灣的利益 台灣的經濟要發展 教育要發展 科學要發展 當然要和平嘛 就是不打仗是台灣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 歷史任務 歷史使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怎麼不要去惹他嘛 假如你無緣無故他打你 他對全世界他也交代不過去啊 他對台灣人也交代不過去啊 那你沒事捅他一下 然後還說我沒有捅你啊 我是維持現狀 但是我也不承認九二共識啊 那他這樣搞久了 你家裡好了 旁邊住一個鄰居很強 然後你就躲他 最好他不要注意到你了 不需要去捅他 捅他 捅他 然後說你為什麼鬧我 你為什麼打我 你為什麼過來 吵架是可以啊 但是實際上你搞到最後 對誰有利 對誰不利 你自己想清楚